今天徐老师很兴奋 因为听说我们请来一位话题人物 彭丹姐姐 彭丹来了 彭丹你最近议论你的人可太多了 我听了很多 但是我那天听他们讲说 彭丹愿意来我们节目 我脑袋中就浮现出 我开始没听清楚 以为余丹呢 都算超女是吗 听到你最近一句名言 说冲记者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年代混名人 就得学会应对之道 是吧 你比方说他对记者的问题 有些那种八卦记者 就问什么胸什么的 人彭丹来一句什么 我不光有胸 我有胸怀 是你说的吧 没有 其实当时我是说 他说你拍了15年的主旋律 都没有人知道 然后大家都以为你还是在拍一些香港的商业片 然后突然一下子 因为最近南临湾知道你拍主旋律了 你会不会觉得很冤 你会不会觉得很委屈 我说其实一个女人不能光有胸 最主要要有胸怀 我说是女孩子 我不是说针对我一个人 你的胸怀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胸怀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 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的主流的价值观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 那如果你有这么一个目标和方向的话 你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容忍 你知道我觉得他身上 为什么我觉得真是一个话题人物 可以当做一个话题讲 就是咱们也不用讳言 最近说到彭丹 它是有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全国清廉常委 是全国吧 甘肃政协委员 然后现在拍主旋律影片的导演制片主演什么 都是他一脚踢 甚至连剪辑都是资格剪的 然后说当年的艳星演过一些性感的影片 好像甚至还有红色家庭 这些关键词组织在一起 徐老师你产生什么胸怀 我想知道你拍做艳星 跟做红色经典 跟做政协委员 这三件事情有什么共同点 我觉得首先是有一颗 共同点是有一颗赤子自新 因为你无论是拍香港的商业片 也是有对电影的热爱 你拍主旋律 of course也是对电影的热爱 然后做政协委员 我觉得是对你生你养你的国家的一种回报 因为你必须要 我觉得不光是政协委员要参政议政 是所有的老百姓和我们的大众都应该参政议政 这样我们的国家不就会更加和谐和团结吗 你的觉悟高 你的觉悟高 没有就真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我是当年是公派留学生 就是国家培养我 我从八岁学舞蹈 学芭蕾舞北京舞蹈学院 他外公是尊义是当年的副市长 所以就有红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你红色是有渊源 对有家庭的这种 从小外公跟我讲很多故事 他因为是老红军 在尊义又是一个比较革命的根据地 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故事 那个时候觉得很教条 就是好像是在教我什么事情一样 可是后来通过我拍摄一系列的 这种历史的作品 我发现他都是很鲜活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生活经历比较曲折 因此我就觉得教育背景 在这个地方是个很值得谈的话题 好比说你看有红色家庭的背景 但是通常我们认为 就说刘胡兰要是到了香港的商业社会 要去拍商业片 需要做裸露的演出 那么这个红色胸怀跟那个 就当然有些网友认为那叫黄 对吧 说红和黄怎么能够是不是拧巴 你是怎么把它顺畅过来的 我觉得还是我们说的这种商业片 或者因为香港是分级的 就像美国有二级的片 那他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 完全是比较暴露的电影 是totally不同的 因为在香港你比方说一句脏话 粗口或者太过血腥 或者很暴露 那就会变成三级 实际上它是一个分级制度的不同 那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三级也是有限制的 三级某些镜头都是打 打那个 对打格仔 马赛克 打马赛克的 格仔 对不对 对对对 否则的话就叫四级了 对对对 四级是不合法的 是这样 所以它就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我们现在网友想象中的那种三级 所以我觉得性感本身和暴露 它还是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它出发点就不同 因为性感它只是可能展现一种 角色的性格 特征 它跟武打片跟搞笑片是一样的 你心理上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比如说好像很多网友 你看从他的事里边 真是可以很敬畏的去分析 人的心理 就是说 比方说很多网友说 政协委员 或者拍主旋律的 但是访问你的时候 我注意到你说 就是我当年在香港拍这些戏 我是三点不漏的 从来没有漏过 对 你认为三点不漏是个界限 就是说 或者说我再问你 如果三点漏了 今天就不能当政协委员 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 我不这么想 我从来也没这么想过 我当年不漏 不是因为我要做政协委员 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要当政协委员 因为这个东西 也不是你想就去当的 而且那个时候 我想都是十几年前 你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远见 反正我是没有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 所以be truth 我当时想的就是说 对于一个女性来讲 我做任何事情 有我自己的底线 就有自己的原则 我不漏就跟我当年拍花花公子 我不拍一样 道理是一个道理 当年在美国参加过 好像三次美国那种中华小姐 不是我们疯狂的中华小姐 美国华裔小姐 得了三个冠军 是吗 说花花公子杂志找在拍封面 给很多钱 25万美金 当时是 25万美金给我拍一个封面 当时我很穷 我大概打工一个小时是6块钱 美金 然后一下给我25万美金 我还是挺心动的 说实在话挺心动的 那为什么不拍 为什么 当时就觉得还是过不了 我自己最关 那没有 那倒没有 就是觉得我脑子里面以前从来没想过到美国来拍个花花公子 突然给我这么一个job 我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我 就是这样想的 其实花花公子也不一定 因为据我知道我们认识的作家 他里面也发文学的文章 花花公子 而且我也认识有作家主动愿意去拍 对 老公还支持 是 有的 其实你知道吗 我最近我有一个爱好 在我苦闷的生活中 我得到了一个快乐 就是看那个跟帖 你知道看新闻后边的跟帖 他这个说的话 当然是很糙对吧 很不好这些话 但是你有时候也不能不佩服 就是他民间语言的智慧 对生命力 而且真的值得你们学者研究 比如说我从对彭丹事情的反应当中 我就研究出一种 我们的人民 我胸怀也挺大 就是小部分人民 他有个什么 比方说 是不是说 胸怀红色主旋律的人 他在性方面 应该是清教徒 或者 比较 比较就是什么真的 或者说绝对没有涉及过 跟这个性感有关的词 好像在他们看来 有这么一种潜在的潜规则吗 你觉得就是说 比方说你能想象一个演过 所以当年汤唯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演过非常性感的一个角色 甚至就说甭说三点不露 就三点全露的一个女演员 她能不能有一天 演一位革命女战士 我提出这个问题 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可以演 因为其实角色的不同 电影它本身就没有高低之分 它只是内型不同而已 我觉得你性感跟爱党爱国 或者爱这个国家 没有什么矛盾 对吗 你怎么会有矛盾 你很时尚 你说你这人穿得很时尚 你就是对国家没有情感吗 这里还有一个最基本问题 就是你刚才讲三点露 跟艳星跟性感是两回事 他社界的三点露 可是它是个演示术的文艺 我说的 那么我再具体一些 就是艳星 就是演过以性感为噱头的片子 意大利曾经有这么一个 后来做了议员 对 对不对 意大利有一个艳星 后来做了议员 你不要说这个了 是 这个阿根廷著名的贝隆夫人 她当年还是妓女 但是当然她当了总统夫人之后 只要她那个时候不是妓女 就可以 对不对 但是你看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这些东西不能画等号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现在看到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人看到彭丹演的 红色影片的这个造型 他们就会产生这种丰富的联想 我们也可以看看他的这个造型 是吗 有两人照片 你看挺漂亮的 这是演什么 警察 这是一个人民警察 国际刑警演的一个 对 那再看下边 这是南尼湾 这是南尼湾 对 最近的这个作品 我演一个女战士 苗子 好 从25岁演到95岁 这个跟战马很亲切 枪枪三人行 广告支付箭 再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会对你有的攻击 就可以说 觉得就是说你到底是胸怀还是唯利是图 比方说去研主权利是因为主权利资金还是机会有利可图 就像有些人认为有些明星去当政协委员 也是因为有私利可图 你怎么想 主权利是弱势群体 怎么会有利可图 你要像我拍了15年主权利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些片子的名字 但你都记不住演的角色的演员本人 你看我拍张思德 拍铁道游击队 玉雪坚持 烈火英雄 刚才你看那个剧照叫拒绝末日 关东英雄 开着火车上北京 方自敏 方自敏 可爱的中国 张思德 南临湾 你听这名字都是主旋律 可是大家往往这个作品听过 但是有没有看过或者谁演的不关心 可是如果你拍一个穿越剧 或者是个偶像剧 那会有很多的名利来找你 第一你会出名 第二个会有广告 对吧 很多人找你剪彩演出 可是主旋律的演员 他往往没有人关注 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做主旋律 我想已经回答了 因为我做15年 那如果任何人 我觉得拿15年的时间去做一个秀 或者是说为了一个什么利益 他还得不到 我觉得那也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 那以你这么15年演主旋律的经历 你说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老百姓 他们这么对穿越剧感兴趣 而对南宁湾张思德他们记不住呢 我觉得刚才窦老师在之前我们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他说非常好 就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流价值观和我们的主旋律 没有采取一个更好的方式去传递给观众 因为我们可能往往是以一种比较说教的方式 高大权的方式 或者做报告啊 领袖的人物出现 像我这次派南宁湾 派南宁湾拍的嗓子都牙了 太辛苦了 因为派南宁湾我病了4次 四次都是吐血 对就是四次进医院 都是因为吐血 不是因为那个 红色经典 一定要欧心力血 欧心力血 真的是欧心力血 就是四次 我都是很 很无意中发现自己吐血了 然后我进医院的 自己没觉得自己病 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病 因为当你有信仰的时候 你是不觉得会累的 你从来就不知疲倦 你真的是怀着 对这个红色的信仰 去拍这些片子 因为我被南尼湾 那个故事所打动 我觉得任何一个军队 如果在一个很荒急的地方 能够让他变成流洋成群 能够种出那么多粮食来 他都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而且中国的军队 是唯一一个穿着草鞋 没有皮鞋 没有布鞋 他们能够战斗过来的 这么一个军队 那你我问个问题 那你现在做政协委员 跟你这个参与 红色经典的演出 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派主旋律 派了15年 其实没人留意我 等等我的点击率很低 现在突然高了 我也觉得 说怎么突然有人关心我了 我觉得奇怪 包括我当这个政协委员 我也没跟任何媒体说 我跟我妈妈都没说 是我在现场第一天被记者逮到了 其实你们刚才讲到主旋律 这个为什么不太成功的话 其实这个名字就有关系 你看这个名字体现了 因为它并不是大多数人看的东西 可是人为给它一个名字叫主旋律 这个是一个官本位的思路 如果我们真的是以名为本的话 主旋律就是最多人看的东西 就是主旋律 你明白 就是你中国最 没有春晚就是主旋律 所以你人为规定 它这个名义叫它主旋律 这个思路 那不是老百姓的思路 所以你看 它还真是长在红旗下 是吧 你有这个可能是有这个红根 有这种情节 又到美国去 什么又到香港去 经历过资本主义风风雨雨 对不对 最后又回到这个红色道路上 现在人们会觉得这样的人 老实说 如果真是怀抱红色信仰的 被这个所激动的话 现在有一些人会认为这样的人有点二 对 会的 会的 其实阿甘 我刚才说阿甘 阿甘就是个很二的人 但是一个很二的人 在美国能够生活的很好 能够成功 对吧 说明美国是个多么好的一个国家 你看 就是所以 其实我们的文艺作品里面 就要反映一些这种二的人 哎 小人物 所以 你征协委员 别说美国是多么好的国家 没有 但是那个作品让你体现出来 对吧 我是说的就事论事 所以我们要去学习它 像这次我拍南临湾 我的主角全是小人物 像刚才说的那个苗子 没有名字 叫苗子 姓什么不知道 你拍王震 有 但是都是配角 有王震 有习中勋 领导给小编当配角 但是我觉得 我们有今天 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也好 包括我们共和国有今天 就是有无数个像苗子和老周 这样的这个平凡的战士 而不是某一个领袖人物 说一句什么话 就是我们说的实干星帮 如果没有他们这么自力更生 建国奋斗的话 就不会有共和国的今天 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 赤苦耐劳 而不是我们一年买多少奢侈品 我们是怎么奢侈品第一大消费国 这个不应该去标榜 我们应该标榜的是 我们怎么样自力更生 建国奋斗 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能够有今天的成绩 不是靠外国人的帮助 没有一个民族去说 伸出援救师手说帮助中国 而恰恰相反 我们经常帮助别人 所以这么一个民族多么伟大 哎我听他讲这段像政协委员了 是吧 本来我觉得他真是看不出来 他这个道路的变化 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象征 象征 所以其实我就对这个政协委员 我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我有对比 没有人说你 我有东西方文化的对比 其实你越接触外国的东西 多了之后 你看你自己的国家 可能就越客观一些 你要在这个国家里头 你可能很多埋怨 对 你知道 就是我现在发现 人必须要广阔来看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广阔的胸怀 对 胸怀广阔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 你比方说 哎 你想不想到 还有那样的人 就是说 他虽然也不是全国人大代表 更不是政协委员 但是呢 连续13年坚持旁听两会 你知道这是谁吗 陈光标 还穿的很特别的衣服 他坚持13年旁听两会 然后呢 你没有碰到他 不是 陈光标看了 他在南泥湾 哭了 涕泪庞托 说我出一千万 我请人大代表 来看南泥湾 他要给村里送多少台 那个电视放映机 给村里人看 所以我说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人 你刚才讲的 人大是可以旁听的 我也从老陈那才知道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收到一千万的这个票报 但是说了 但是我确实没有 所以你把情况 盯住 一定把情况 盯住了 我确实没有说到 好多人问我 媒体说 你下一次演红色经典 给他安排个角色 我以后负责 每天节目里 问他一句 老陈 你千万 对呀 但现在我反正是没有说 但是他有去 有表达这个意愿 我觉得这也是好的 因为他看南泥湾很感动 他跟我说 他从汶川地震之后 就没有哭过了 他说他在汶川地震 把睡的眼泪都流光了 直到四年多以后 看到南泥湾 然后当时还是很打动 直到看到彭丹 这叫三丹丹开花 红燕燕 因为我们这次是因为一个节目 就东方直播室碰到 所以他就是说 看着这个南泥湾 他说特别感动 那么你现在 他会不会觉得一见如故呢 没有 我之前就认识他 十年前就 我的一个同学叫孔祥东 就是Julia的同学 我也认识 对呀 他给我介绍的 他的音乐会 陈光彪去了 那十年前 都是人物 都是人物 然后他还没有出名 陈光彪那时候不出名 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什么 黄埔什么再生什么公司的 你对他什么印象 我不太了解他说实在话 因为就见过 但是我没有来往 对 但是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如果他真的是捐了那么多钱 给社会 给企业 给老百姓的话 都是值得夸奖的一件事情 无论他以什么样的形式 他这个形式 你是我接受 对吧 我只是觉得这一点上 是不是到台湾撒钱的 对 陈光彪嘛 哎呀 大名鼎鼎 陈光彪 你都不知道 你看我不是知道了吗 知道了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甚至对政协委员的想法 我现在还更超越一步 很多明星 现在当政协委员 有两类人 一类人真的是有你这个胸怀 他优国优民 对吧 他老是为了天下 为了穷苦老百姓 鼓与呼 这个我非常赞美 非常敬佩 可是我要说 这个疫症制度的设计 其实有了一个好的制度 有的时候 你未必是有多大胸怀的人 比方说这些明星委员 如果你自私一点 也可以的 你没闷吗 就比如说你明星 你可以提个提案 就像说冯小刚会提 就是我觉得能不能拍点这个文革 允许拍文革题材电影 甚至如果是明星的代表 他可以提能不能取缔勾仔队 对啊 因为你知道吗 在民主制度的设计下 你是代表你那个戒别的 对 也就是说 你不用想着全天下人民 你想着你自己 你的专业 你想着你自己的利益 你代表了很多人 你把你的戒别代表好 最后大家的意见平衡起来 是一个政治的平衡 你说是不是 提案如何拯救这个失足少年 你有什么提案 你提的案没有 我那两个提案 一个提案是我觉得 现在的版权问题比较主要 所以我提案在敦煌 成立一个影视基地的保税港 因为过去的保税概念 只跟经济结合 我觉得应该把保税机制 植入到影视基地里面去 而不是光 在敦煌办个影视基地 对 敦煌国际影视基地 因为敦煌的文化是非常的国际化的 它不仅仅属于干肃 不会破坏那个地方 不会影视基地 它可以敦煌的地方很大 甘肃是特别大的一个地方 你怎么会是甘肃的委员 你住在哪里 因为我第一部电影 就是开着火车上北京 坐在甘肃拍的 但是你人是住在北京的 你其实当这些委员 跟你住在哪里没有关系 跟你的祖籍也没关系 你说我穿哪出身的都没关系 怪不得香港有很多人侵害的 对 什么香港的很多委员 都就是在广东做委员 或者什么样 我觉得当委员 刚才邓老师也提到这一点 就是说 最主要是看你做了什么 而不是看你说了什么 对吧 你怎么做的 你比方说 如果我们说出勤率 你能够保证每天都来 这首先是最基本的 如果说我今天来了 我第二天就不来 不见人了 但是你说我能力有多强 首先人家就觉得 你有没有参政议症 你有一个首先的一个态度问题 那么这八天中间 我可能都是比较首饰 我没有试到过 没找这个 而且我穿的是牛仔裤 跟他们坐大巴一起开的会 我倒不是说 可以要这么做 是因为我当时确实没有车 然后最近有两天 我就打低过去了 我打低 对 没什么报销 我打低一下